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今年半导体产业界的预期,大多是不看好上半年的表现。 半导体行业不仅存在五年左右的一轮长周期,短短几个月之内也经常发生供需变化,并带动整个产业链发生新变化。 但台积电2023年的开局简直太顺了,然而光鲜亮丽的背后,台积电也面临更多同行的极度。 无论是晶片设计还是制造产业,台积电的同行们2022年都曾齐心协力地去游说美国国会,促使立法者批准晶片与科学法案。 该法案意味着对半导体产业527亿美元的补贴与240亿美元以上的税收抵免。 当然,补贴是有条件的。 法案受补助者十年内不得在中国建造新的半导体厂房等要求。 另外,美国商务部长还认为补贴不是要帮企业赚钱,美国在补贴在选择标准上非常明确,不会补贴那些在周期性衰退中苦苦挣扎的公司。 这项法案的目的并非因为企业陷入不景气而给予补贴,也不是要帮助企业在美国更赚钱,现实是要达成美国的国安目标。 他还表示,将会有许多企业对将取得的资金感到失望。 美国商务部长的言论,也许会进一步加剧这些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企业都将试图证明自己并没有在这个下降周期中衰退。 比如,德州仪器就在2月宣布,将投入110亿美元,在美国犹他州利亥是新建一座12英寸晶圆厂。 新工厂预计将在2023年下半年动工,最早有望于2026年投产。 这将是犹他州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经济投资。 德州仪器还称,该项目将直接产生约800个内部工作岗位,以及数千个间接岗位。 这也将进一步提高德州仪器制造晶片的能力。 据了解,2022年,德州仪器约80%的产品由内部晶圆厂制造,其余20%为外台机电、联电等晶圆代工厂商生产。 同时,在为半导体产业争取补贴和减税上,这些企业立场都是一致的。 但是,一旦尘埃落定,开始补贴之后,争夺就不可避免。 果然,当前还在远方看不见的时候,产业内部才是最凝聚的。 一旦真要打钱了,大家也会打起架来。 为了争夺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的补贴资金,各家半导体大厂早已没有封度地大打出手。 纽约时报就指出,晶片与科学法案曾将原本是竞争关系的半导体供应商们团结在一起,但随着美国政府三月开始发放资金,企业负责人、专业说客们已经开始争先恐后的,公开或秘密提出他们的资金理由。 英特尔等美国本土晶片企业就积极游说,要求将晶片补贴大部分买发给美国本土晶片企业。 在一份公开文件中,英特尔质疑纳事人的钱由向拥有海外总部的竞争对手,并称美国的创新和其他智慧财产可能会流出国外。 实际上,台积电美国工厂的建设一直存在各种不和谐的声音。 近日,更有身为美国厂员工家属的台湾网友在PTT社群,发文总结了赴美后才知道的十大惊奇,比如在凤凰城没有员工宿舍,普通二居室租金高达2500美元每月,上周日到周四十三点至二十二点的夜班,竟然没有加班费。 美国员工经常休假,台湾员工很难请假,没有一视同仁,税负更重。 年终奖扣税百分之三十,月薪扣税百分之二十,台币工资转美元的汇率还要吃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收入等。 一名前台机电员工,二月底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这么说,晶圆制造最难的不是技术,最难的是人事管理。 培训美国工程师的三名台机电员工表示,很难让美国员工做到标准化,台湾工人二话不说就会去照做,但美国员工会向经理提出挑战,质疑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这些或许只是少数员工的抱怨,还不到普遍层面,或许仅仅只是管理层面的问题。 但资本层面同样存在问题,在2023年1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台积电说,美国的建筑成本可能至少是台湾的四倍,劳动力开支,申请许可,合规要求和通膨都推高了成本。 台积电财务长表示,在美国的投资可能削弱台积电2023年的盈利能力。 此外,台积电也需要很多供应商,因此在美国重建工厂之外,还要重建供应链,以便为亚利桑纳州的工厂提供原材料、设备和关键零部件。 不仅建设工厂时,台积电也要于在亚利桑纳州扩张的英特尔,争夺熟练劳动力和建筑设备,重建供应链中的供应商同样随签后,也对成本上升不满。 比如台积电的化工供应商场春时化,就追随台积电在距离菲尼克斯,约一小时车程的亚利桑纳州卡萨格兰德建立了自己的工厂。 但长春时化亚利桑纳负责人却抱怨,美国当地的建厂成本是台湾的十倍,原因包括劳动力成本更高,不熟悉美国监管和建筑许可规定、建筑材料成本等多方面。 对半导体产业而言,台积电面临的这些挑战也告诉人们,要将人类以知最复杂的制造工艺之意转移到一个看似不缺技术与资本的目的地,是多么的艰难。 半导体产业涉及非常庞大的供应链。 据德意志银行研究报告,以贸易链复杂度指数,贸易额与销售额之比TCC作为指标。 2020年半导体全球贸易额是2.6兆美元,但是最终销售是4370亿美元,以此计算其TCC计为5.95。 这意味着半导体在从集成部件到成品之前需要多次进出口,而与之对比,2020年原油的TCC指数是1.2,汽车是0.7。 在所有大类产品里,半导体的贸易链最复杂,晶片要经过设计、晶圆、制造、封测、集成等多道手续进入最终产品。 由于半导体生产过程的超级复杂性,任何变更或重组都是昂贵且困难的。 或许,台积电美国工厂已经透露出的如此多困难,并不能完全责怪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高, 而是半导体这种涉及复杂产业链上下游、高TCC指数产业本来就具备的困难属性。 但不管怎样,台积电在台湾的工厂依然能够维持三奈米制程在良率等方面的优势。 南台科技大学一名学者就指出,良率虽然是厂商的商业秘密,但基于商业诚信及对投资者负责, 基本上厂商都会在财报中揭露大致数据,客户端也能计算得出来。 这些年来,三星与台积电在高级晶片生产代工的净除,关键便是在良率。 WCC F-Tech分析,同样接到高通公司骁龙8Gen1处理器的4奈米代工订单, 三星代工的良率为35%,台积电则达70%,高通最后选择了台积电代工这款旗舰处理器。 因此,基强调,三星紧追台积电试图以新的代工技术, 打破良率表现落后台积电的劣势,还需要许多资金及技术投入。 他表示,良率甚至比制程先进还要重要。 作为4奈米的下一世代先进制程,台积电代工价格最高的3奈米工艺, 最近就已供不应求。 据台湾Digit Times近日报道,为了即将推出的A17和M3晶片, 苹果已经100%占据了台积电目前所有的N3产能, 而高通、联发科正在后面排队。 除此之外,台积电更省电的N3E工艺即将投产。 更关键的是,3奈米制程的头片客户出货片数与良率皆优于预期。 台积电再一次全面领先于对手,获得众多大客户的疯狂追捧。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